下一位是羅冠聰先生。 是,麻煩主席。 各位,今天我們講的是香港實踐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狀況, 而事實上,我坐在這裏公眾席而不是坐在議員席, 講這番話已經是印證了香港在實踐ICCPR當中 是完全不尊重選民政治權利、公民權利的鐵證。 在過去的一年,香港是很多的打壓、很多的波折。 我們見到有政治犯入獄,有議員的DQ案,也有追討新津的事件。 每件事都凸顯了,來自北方或者香港政府打壓異見的手段是越來越荒謬。 聯合國的人權事務委員會報告就寫明, 香港應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作為優先事項,依照公約的規定, 在今後所有選舉中實行普遍和平等的選舉制度。 但在2014年,有一群年輕人出來爭取公約所要求政府所做的事, 最後他們是被引用公安條例,一個ICCPR委員會都認為是不符合公約的一個條例, 是被律政司窮追猛打,最終是將他們告到入獄。 而在在都有幾位是面對官司,保釋出來,是等候上訴。 也有六名議員是因為宣誓事件而被剝奪他的議席。 這件事在世界各地是從來都沒有發生過。 而這六名議員,他們總共有超過18萬的選票是被作廢。 原因只不過是一個人權事務委員會都已經憂慮過的人大釋法, 是強行地修改了本地的法律, 製作了一個武器,去將他們不認為不喜歡的議員, 是踢出議會。 過去的宣誓有問題,只不過都是重新宣誓。 為何去到今日,原來一個有問題的宣誓,被視作為有問題的宣誓, 是會被理解作為拒絕效忠基本法、拒絕宣誓呢? 這一次的釋法無疑是再一次扭曲了選民的議員, 完全不尊重市民的政治權利。 而追討新春也是一個非常離譜的一件事。 有漢出、有良出,我相信所有香港人都有共識的一條底線。 立法會竟然想追討過去一年,是在立法會服務了市民、投票的議員的所有新春。 亦都包括他們給議員助理,是遭用辦事處的這些資金。 這個是民所未民。 而他們的投票紀錄和他們服務過市民的所有東西, 亦都遭到保留。 那這是否一個非常之荒謬的決定呢? 以上三件事都只不過是在過去一年發生。 而我其實坐在這裏不單止是作為目睹一切的人證, 還要是經歷了三件事的物證。 那所以我都希望就是, 兩國或者國際社會是要重視香港人權狀況, 是要要求港府落實ICCPL, 而不是我們面對著一個名存實亡的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